西班牙起义报网站5月10日发表题为 透过乌克兰战争的 冷静看美国如何绑架欧洲独立的文章 作者为安东尼奥·卡马乔 文章称 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绑架欧洲独立的行径 以及欧盟自身是如何使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的 文章说 欧洲领导人的奴言媚鼓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面对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 扮演的至高无上的角色 他们甚至表现得像走狗一样 文章还说 很难理解欧盟领导层的矛盾心理 以及他们在理性分析国际形势上的无能 更无法理解 他们口中有利于欧洲利益的方案 文章提出疑问 欧洲政客怎么会如此盲目的听从美国的指令 并且几乎不做任何抵抗的 任由欧盟滑向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当美国而非欧盟成为军火和碳氢化合物销售 成倍增长的唯一受益者之时 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有欧洲代表为什么会一致随美国起舞 而不去关心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损害 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进而损害最贫困阶层的利益 文章从四个方面做了分析 首先 欧盟的存在无疑导致了其成员国民众的民族情感衰减 尽管每个国家都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但很明显 欧洲人的头脑中已经出现了效忠于谁的思想冲突 当爱国情感减弱并出现这种思想冲突时 可以想见 在决策过程中 成员国领导人会将天平向欧盟倾斜 即使这些决策会损害其同胞的利益 其次 自上世纪70年代脱离金本位置以来 美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支付承诺 这意味着美元并没有任何有型商品作为其支撑 这条件使美国能够凭空卓取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 此外 随意印制的美元可以帮助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美洲国家组织和北约等国际组织 他们还使美国无需担心破产 并维持不断增长的债务和国际收支赤子 第三 判发美元使美国能够随意利用其情报机构 大使馆 非政府组织和宣传机构 操纵和干预他国的政治活动 第四 资产阶级的代意制民主及其向他国的输出 以及在候选人选择和选举中的操纵行为 使美国用于推进其地缘政治扩张的第二项有效工具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 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霸权 正是基于这两大支柱 美元和代意制民主 这是两种极其强大的统治和控制武器 使美国能够维持其军事力量优势 在世界各地部署基地 进行地缘政治扩张 并保持作为单级大国的明显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